這邊 我在這個門 你往那邊走 這不是玩遊戲 台中市長林佳龍 做了什麼 看到鏡頭躲躲躲 市長口中沒什麼大事 保育人士聽起來不認同 台中市區晚上夜音叫不停 林佳龍帶頭教導 如何驅趕 臉書列五大點 包括光照 插旗等 較侵入性的方式 要避免一到晚上 擾人清夢的夜音 竹巢繁殖 還說乞丐敢妙供 夜音堂而皇之入住 引來近1800則留言 有人高喊請給動物生存權 也有人認為身為市長 不該說出這種話 鼓勵一般民眾 可以是接受這樣子 比較自然的現象 那假設說 我們換比較密閉式門窗 或者是戴耳塞 那還是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覺得被吵到的話 那不得已的話 只好再用市長的建議的方式 由於夜音喜歡在隱密 不被打擾的地方 像是頂樓或是陽台竹巢 台中市粗估400多隻夜音 球偶季節一覺起來 可長達4到5個小時 超過90分貝的尖銳提叫聲 讓許多市民睡不著 這個起因是因為有人陳情 那我們站在市府 一定要有相關的局處 去做回應 來讓他們可以避免被夜清干擾 但是如果有些人不覺得夜音草 甚至歡迎他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可惜的現象 那把它說明清楚就好了啦 強調只是處理民眾投訴 市府既不會驅趕 更不可能撲殺 林昭龍還二度修改臉書 悄悄將不妥言論下架 設停順點 希望能平息風波 謝謝張相親方特別報導